大家好,我是阿卡老師,我是Banel 那麼今天我們要一起來看 什麼與咒術迴戰合作四大獎的相關資訊 那這次的合作即將在下個禮拜一登場 那這次是35抽保底的一個抽卡機 那大家畫面中看到這個是一趴大獎五條五老師 好,那首先我們先為大家介紹這一次的十抽陣容 一共有八張的角色 那這次的咒術迴戰又有這個相關的隊伍技能 只要你用咒術師作為雙隊長就可以觸發這個隊伍技能了 根據隊伍中咒術師的數量 會決定你場面上出現的咒術的數量 最多整隊都是咒術師就會有六個咒術位置 那這個咒術位置呢 你只要透過消除咒術位置的符石 就可以增加兩連擊 那個咒術力就會消失 那根據這邊看起來最多應該是加十二連擊 那不過有一個比較有趣的事情是 它這邊沒有寫說 沒消除的咒術會怎麼樣 那估計會持續留在場上 所以這個咒術力如果你這回合沒有要消除 感覺是可以做累積的部分喔 不知道可不可以累積到整版都是咒術力喔 可以在實測後我們再來看一下 好那再來是咒術師的成員會對妖精級魔族的敵人額外兩倍 咒術師成員發動手術技能會直接解除敵方的隱身 好那這次所有咒術師作為雙隊長就可以觸發的一個隊伍技能喔 好那首先我們看一下一怕大獎五條五老十 他隊長技能呢 單邊是75倍的倍率喔 那隊長技能呢 本身是人類有基礎攻擊力10倍 生命力及回復力額外兩倍 咒術師的成員 呃生命力攻擊力在額外1.5倍 效除三種符石全隊攻擊力在5倍 所以他的隊長技能其實蠻好達成最高倍率的 那再來咒術師成員的攻擊無視工錢 所有符石兼具50%的所有符石效果 這隊玩起來其實也是相較輕鬆無腦的喔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隊伍技能 只要這五條屋作為自身隊長 副隊長可以搭任何一個咒術師 就可以觸發所有的隊伍技能了 好那他的隊伍技能呢 是必然增加轉動時間5秒 無視燃燒黏斧黑洞 迴避敵人的首次攻擊 五條屋屬性符石提升200%的效果 手劈消除五種以上的符石 咒術師成員CD在減1 所以這隊的技能輪轉是相當快 回合結束將第四及第六指行轉換成第五指行箱頭的強化珠 所以右半邊整版是一個固版 好那再來是消除隊伍成員屬性 全隊攻擊在額外5倍 五條屋及該屬性成員無視拼圖及無屬盾 那有這個龍坑能力 這個淋浴展開無量空儲 五條屋在開龍坑能力會直接CD-5 將敵方的成員攻擊-0 直到敵方死亡為止 將場面上變成還原版面 將所有符石變成人質強化珠 增加25連擊 五條屋在額外5倍攻擊力 上來可以克制敵人屬性 那並且無視敵方防禦力 4-6效果會直接進到下層才消失喔 好那這個感覺是一個大招啦 在原作中也是蠻厲害的一個招式 好那並且這個是 需消耗龍脈次數一次喔 所以一個戰鬥最多只能開到兩次喔 要注意 然後開了的話 如果你開完兩次就不能再開龍坑了 那五條屋作為雙隊長的話 會將第二指行的五條屋變成火 第三變成木 第四變成光 第五變成水 所以如果說你是整隊五條屋的復聚人的話 你就可以玩到五屬性的五條屋了 那並且以咒術師作為雙隊長 就會有這個咒術師的相關隊伍技能 剛才有介紹過了 好我們來看看主動技能 主動技能是CD6 總共帶這個七個 欸 六個效果 好 他也解除五條屋的封鎖 疲憊休眠跟封壓 那並且 引爆右邊三指行跟左邊三指行 引爆整版掉落六種強化珠 一盒內自身攻擊一五倍 可以首批消除 以及第二批掉落自身屬性強化珠 自身無視固定連擊跟反手消 那基本上這個結隊的能力 以及算是目前最頂的一個主動技能喔 好 那我們來看看他的羈絆能力 羈絆能力可以透過拉角色珠 幫自己去減CD 而且還可以追打 接下來看一下二獎的部分 虎杖 那這個隊長技能 主要是生命回復力 有2.2倍 那光屬性成員可以額外7倍 以及咒術師系列合作都可以去帶 那隊長技能打算最大倍率也是相當簡單 是通過消除光跟星再額外4倍 所有成員會再有個追打的效果 那本身他的隊長技能呢 隊伍技能我們來看一下 這三個主角有這個三維 1.5倍機值的一個加成 那並且以虎杖作為自身隊長 副隊長可以搭任意的咒術師 那基本上亮點在於他可以無視中毒 那並且虎杖本身的三維會有額外2倍的一個加成 所有符石兼具咒術師的成員屬性 所以他最適合隊員帶無中屬性的一個部分 咒術師系列可以無視固定連擊 並且最特別的是這個閃 黑閃效果這個有點像是初音樂玩法 就是你可以在轉珠的指定時間停止就可以觸發黑閃 那累積觸發一次的話就可以讓這三張卡片無視指定抗性 累積兩次黑閃就可以讓這三張攻擊力5倍 那累積三次增加五連擊四次減傷40% 那這個是要持續觸發的哦 如果說你連續兩回合沒有指定沒有觸發這個黑閃的話 他就會要重新累積了 所以玩法整個很像是初音的感覺 好那再來就是這次跟東唐葵有這個隊伍技能 畢竟在原作中他們是好兄弟嘛 那東唐葵作為隊長 並且虎杖作為戰友 進場CD直接減6 那進場回合結束 第一次行轉光 第六次行轉星 所有符石間區光星 消出15個符石 東唐葵及虎杖CD減1在50攻前 那並且也有這個咒術式的相關隊友技能 好那再來看看他的主動技能哦 他主動技能是CD6 總共帶三個效果 引爆壽 符石 凍結及石化 掉落固板 一核內自身攻擊力4倍 以兩倍的攻擊最大水屬性 如果擊比敵人 虎杖及東唐 CD再減3 好那我們來看看他的主動技能 這樣這個主動技能呢 總共帶五個效果 可以還原版面 還原碎裂 引爆壽符石 掉落固板的六種人類強化珠 全隊無視 連擊槍等 拼圖 並且二消消除 可以發動至一種符石 達至二勢力 那可以解高康 還可以解盾 這個組合技能算是真的蠻強的 好我們來看看羈絆的部分哦 最主要亮點在於 他可以透過拉角色珠去無視燃燒 好我們來看看浮黑 也就是這次的二獎 隊長技能 主要是咒術師及暗屬性可以入場 並且攻擊力8倍 生命回復力額外2倍 達成4連擊額外4倍 8連擊額外再2倍 如果複加效果 減傷30% 那我們來看看他這個隊伍技能 一樣是三個主角有3圍1.5倍的機值 主要這個作為隊長 副隊長 可以搭任意的咒術師 咒術師系列會變成暗屬性 忍隊暗屬的 那浮黑會 可以CD-7 畢然這樣走出時間2秒 並且將回合結束 會直接給你一橫行的暗強化珠 所有伏資階具暗 伏資效果 暗兼具星 消除暗 全隊攻擊 四倍 無視拼圖 咒術師追打 自身原屬性攻擊一次 所以如果說你是主無屬的咒術師 他進場的話是整隊暗 但是他還是會可以有無屬的攻擊這樣子 那有這個領域展開喔 那這個領域展開的話 看下去是必須消耗龍科 那浮黑增加兩回合亢奮 浮黑本身攻擊力5倍 傷害克制敵人 無視敵方防禦力 在移動浮石 可以排珠 那並且移動 碰觸到浮石 變成人竹珠 幽必空間 黑白珠的技能產生的時候 迴避敵人 攻擊 2-5 效果會持續到下個回合才會消失 那並且這個也是需要消耗龍科 使用次數一次的喔 不是可以一直開的 好 那樣有這個周初是相關隊伍技能 好 我們來看到總技能 可以說是花式結版 TD7 總共有四個效果 你可以任意選一個去做使用 好 那這個第一個效果 可以將整版變成光暗星的時刻 所以可以手銷整版 可以無視瘴氣 一不一傷 那第二個是可以直接電擊敵方引爆整版 那並且這個可以控場 那第三個效果 可以有一個直傷減隱身盾 並且三回合內燃燒減至1 可以無視二到無數 那再來最後一個可以將整版變成強化豬 並且可以減CD 還可以無視黏符 看自己的需要去選擇結版 好 那本身他的亮點在於他的羈絆 可以直接增加連擊 還不錯 那現在來看一下這次第三個二獎 也就是我們七海的部分 作為隊長的話 是目前生命力看起來加成最高的 那並且都是跟七有關的一個隊長倍率喔 那達成七年級還會再額外減傷30% 好 我們來看看他的隊伍技能 本身這個七海作為自身隊長 副隊長可以搭任意的咒術師合作系列 就可以觸發所有隊伍技能 延長轉租時間7秒 沒有必然增加轉租時間有一點點雷 所有符石兼具光符石效果光兼具星 增加七年級將碰觸到的電極珠解除 並且變成光人珠 七海本身無視反手消 消除一組七粒以上的符石 可以讓雙隊長攻擊力七倍最大三次 消除一組七粒以上的光珠 全隊在無視固定連擊 所以這隊大概就是要一直消一組七粒符石喔 那可能會卡珠什麼的 所以這隊玩起來可能不是那麼舒服啊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相關隊伍技能 主動技能 CD7整共帶四個效果 第一個可以解除暴風 支撐攻擊七倍將十個固定位置 變成光跟星珠強化珠 手臂救出七粒光珠 即首批消除三粒星 支撐無視攻前 即無視指定減傷抗性 以及敵方防禦力 那他有兩個技能可以使用 第二個技能可以CD3 可以增加三回合亢奮 所以這張卡片可以說是 無間斷的可以開啟這個亢奮狀態 將三粒或七粒扶持 轉換成光以外 轉換成光人珠 所以可以一直轉光人珠出來 好 本身的羈絆能力呢 主要是追打的部分 再來看一下小獎的部分 丁子解 CD7整共帶五個效果 可以轉換符石 並且自身攻擊力五倍 無視攻前 如果說雙隊長是咒術師合作的話 就可以繼承這個傷害 兩回合的自身五倍 以及無視攻前 好 那主要是羈絆可以增加連擊 再來這次的小獎 這張卡片可以CD6 帶四個解斷效果 可以轉版並且一盒內自身攻擊四倍 主要是可以讓合作系列 去無視固定連擊 一樣是可以羈絆加COMBO 再來是狗捲 CD7總共帶兩個效果 主要可以環原版面加上控場 一樣是有這個-CD的羈絆效果 再來是熊貓CD7總共帶三個解斷能力 第一個可以引爆心掉落木 強化獸族符石 如果你發動技能沒有新珠的話 整版變成獸族強化珠 咒術師級獸族成員 攻擊力1.6倍 無視拼圖盾 效果持續至首批消除新珠 它這個是第一個 瘦族持續無視拼圖盾的一個能力 算是蠻特別的 在一回合內 如果隊長是咒術師或獸族成員 可以直接去做一個檔史的部分 以及還有兼具種族符石效果 我們來看看隊伍技能 它跟我們自家的雲羊 有一個進場CD-8的隊伍技能 並且有咒術師的相關隊伍技能 那基本能力的話 可以透過拉角色珠 不要消除-CD 好我們來看看這次的 10抽專屬武裝龍科 那這個武裝龍科呢 都是自身的加成比較多 剛好這次也是做自身界王拳之類的 像五條路老師 本身就有自身兩倍的額外攻擊力加成 並且還可以透過一隻小五顆暗珠去減自身的CD 那作為隊長的話 主要是延遲敵人行動 那再來是虎杖跟珍惜的一個武裝龍科 那這個的話一樣是自身的界王拳 那隊長技能比較特別是可以有亢奮狀態 在這浮黑一樣是自身攻擊力加成有2.25倍 延遲當隊長的話可以延遲敵方行動 再來是七海 本身亮點是可以當隊長無視無數分 一樣是有自身攻擊加成 所以這次的主動技能 應該說這次的武裝龍科 還蠻多是加成自身攻擊的啦 那小獎的部分 這個狗卷可以自身CD-2 好那再來是這張珍惜的武裝龍科 還不錯可以直接必然加準時間一秒 熊貓的護腕 主要是可以直接回血 好那再來是釘子傑 延長轉租時間一秒 那一樣是有自身攻擊加成 在這次10抽系列是自家的 好那這次比較特別是可以收集 這個兩面術挪的手指 這個手指的話 它這邊有寫說 每湊齊十隻就可以直接兌換兩面術挪一隻 湊齊二十隻可以最多兌換兩隻 好那這次的兩面術挪的話 主要隊長技能 隊伍中只有暗擊模組 可以吃到隊長技能的最大倍率 全內攻擊10倍 生命回復力在額外單邊2.8倍 消除魔珠珠 全內攻擊額外4倍 每手皮消除一組服石增加一連擊 達成10連擊以上 術挪在額外2.5倍 這個隊伍技能 隊伍技能這邊是以術挪作為雙隊長就可以觸發的 延長中有4,500秒 如果隊伍中沒有一個魔族成員 可以獲得2萬點的護盾 最多獲得12萬點的護盾 這個護盾的話可以透過它自己主動技能來去做添加 無視燃燒年輔 並且在進場即回合結束 將整版變成魔珠珠 兩面術挪無視連擊傷等工錢 優避空間產生 兩面術挪攻擊在2.3倍 兩面術挪獲得效果越多 如果說你隊伍中的兩面術挪帶越多 就可以獲得越多效果 兩隻的話就可以整版互相進去複實效果 三隻兩面術挪CD-1 兩面術挪的攻擊力3倍 再來四隻兩面術挪無視固定連擊 跟無視防禦力 看到這邊會有一個疑問啦 到底要怎麼獲得複製人呢? 這邊不是只有說只能最多對外兩隻嗎? 我猜應該是禮包吧? 這邊有賣兩面術挪禮包啦 所以想要更多兩面術挪 你可能要課金 好那再來看看他的武裝 應該說這個龍根能力 龍根能力的話 可以直接有一個優避空間 並且發動及回合結束 整版變成固定數量及位置的無數級新珠 這個一樣是必須要消耗龍脈一次 使用次數一次 來看他主動技能的CD-7 總共帶五個效果 可以直接回血 如果隊長是按擊魔族刷新護盾 一回合內守則傷害不會使你死亡 並且有這個反擊 下回合自身攻擊力6倍 追打無數攻擊更一次 好我們來看他的羈絆能力 主要是對於魔族目標有額外加成 好那接下來是有這個活動小遊戲 OK這個等開了再看看 再來是地獄級 是這個真人的部分 他的主動技能有兩個 哇這個免費卡 抓兩個技能算是還蠻有誠意的啦 CD-6 可以直接點選指定的符石 變成水強化魔竹珠 在第二個技能CD-8 總共帶三個效果 可以石化敵人 並且所有成員追打水屬性攻擊 那水屬性成員對暗屬性在額外三倍的一個增傷 好那接下來是全新的通行陣 這個是毛倉技 他可以累積 根據你的累積回合轉換水墻 水魔竹珠 如果到達最多累積30顆整版水魔竹珠的話 就會變成水強化魔竹珠 好這張感覺還蠻普通的 因為現在純轉珠的功能卡 說真的上場機會不高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他本身有這個造型 這造型有差在哪嗎 只是改了顏色而已 好那這裡的話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武裝龍科 武裝龍科是水魔竹限定 他這個增傷幅度還蠻高的 最多是自身兩倍 只要你發動技能 就可以吃到所有的倍率了 那當隊的話可以擋死 好那以上大概就是今天的GN情報了 那如果大家想看到更多的全新GN情報 不要忘了開啟小鈴鐺 以及按下小鈴鐺 下週新的美酒店有您 歐斯安卡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 謝謝大家掰掰